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魚逸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其實這次做這首歌 我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期望 因為我覺得可以重新出發 有一個新的機會去重整自己 再來過 我就想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亦都花了一些時間去想 這次要透過一首歌 或者透過整個製作去表達什麼 這次我想最主要想達到的東西 就是突破 以及讓大家換言一生的感覺 基於這個大的方向 我們就去找歌 我們聽了很多不同的歌 我自己也挺肯定想要一首快歌 作為第一步 因為我覺得 之前做很多的慢歌 很多抒情歌 可能大家對我的印象 會比較偏向抒情的感覺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很想試一下 在這次做一首快歌 完全是跟之前不同的 無論舞種 或者唱法 或者音樂的類型 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歌詞方面 都是說一個人 重新開始的一個想法 如果你想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是什麼讓你停下來 不能動向 其實很多時候是自己 不是任何其他的因素 很多時候最大的原因 就是你自己的心態 以及自己如何調整 每一次你遇到的每一個決定 所以這首歌就是想說 你最大的敵人是你自己 你最大的要克服的一個挑戰 是你自己 我這次很開心 終於可以跟威文合作 其實我期待了這個機會 我想有至少十年了 一直都沒有機會跟他合作 所以我一加入新的公司之後 知道我其中一樣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威文 最初我是有一點戰戰兢兢的 我發訊息給他 我就說 威文你好 我接下來會重新出發 我很希望可以和你合作 然後他也很甜蜜 我就說 我也很感謝你 一有機會就立刻找我 因為其實我們互相等對方 等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接下來的計劃 會是一首快歌 我立刻傳給他聽 然後告訴他一些心路歷程 或者我想表達的東西 然後他很快就幫我 起了這個題材 我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威文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是很難填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聽一首快歌 如果填得不順 唱出來是很不型的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 現在是非常有型的 我記得我進入錄音室的時候 我一唱 我就 我心裡真的很感激他 就是 覺得 找他真的對 然後我也忍不住 回到家 都發了一個聲訊 告訴他 真的很感謝你 填得非常非常好 有一個趣事 就是因為我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跟威文溝通 可能這十年都是一兩次 我轉了新電話 我就訊息他的時候 第一次 聊了一段時間 我也是用文字的 他就發了語音 我就用文字 然後聊到差不多 他就說了一個訊息 我真的覺得挺搞笑的 他就說 Gina 你介意不介意 把語音傳給我 我想確實是你 因為他說 我從來沒有這個電話號碼 他怕是其他人扮我 然後我就笑了出來 然後我就說 是我 是我 放心 放心 這次MV 我們有四個造型 我可以說 四個造型都非常漂亮 和非常不同 這也是我們想在這次MV 去做到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有四個很明確的造型 首先你看看我的Coin 這次我的眼睛很淺 好像變了第二個人 然後頭髮都經過很多次 很多次的處理 漂染了四、五次 然後又做了很多東西 坐了幾十個小時 才有這個效果 然後這個是MV的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一個Hunter Gen 他是會消滅所有不好的我 不同的Gin 不同的我 令到我可以重生 令到我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次非常幸運 很幸運 因為我這次在整個排舞的過程 其實我最擔心就是受傷 因為一受傷就會很影響我的表現 其實每一天我都花三、四個小時 跟我的排舞師去練 每一天都去練 很難很難去掌握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動作 到一直練 不停練 不停練 到現在是有信心去做每一個動作 整個過程都 我會覺得很不容易 但是我是很享受的 因為我很喜歡跳舞 但是就不是說從小就去學 所以我要靠後天去 叫什麼那個四個字 張勤補絕 所以我就很努力 盡量去爭取時間去練好它 為了董事業 為了董事業 是我們拍很多東西 我會看電腦 從小就跑到大一家 然後來到大小就 那段時停一步 Cultural 那段時停一步 後來也會追求 然後來學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